进了转远台湾 国内车市从去年第四季开始加温 热潮持续到今年 甚至出现M型化 顶级进口车销量创下18.2%年帧率 那幅度超过了国产车 让进口车商越来越重视台湾的市场了 只有两家车商罕见的都选在白色情缘节造势 一家搬出了造价上亿元的赛车 另一家则是出动韩剧里头的同行车款游行 拼场意味浓 超低底盘流线型霸气设计 整部车超轻不到一顿重 两度在利曼大赛夺冠 造价1亿台币的超尊贵赛车 车上不惜砸重金 首度从德国空云来台 为新车发表拨版面 豪华房车运用赛车科技变快又变新 0到100加速只要3.9秒 还比前代车款减轻90公斤 经济再不景气 顶级车还是有人买 台湾进口车去年创下年成长18.2% 下单量超过车商预期 我们拿到认证以后 这台车今天发表 明天就有人开始挂牌了 不止赛车吸睛 另家进口车厂也来拼场 全在同一时间造势 寄出韩剧同行车款 绕行台北新一区跑跑 市值加起来超过4000万 成了街头最贵车队 台湾去的部分有25%的成长 其实以成长服务来说是相当惊人的 将近四分之一 但其实归功于我们的小车的热卖 2013年车市回温 市战率霸主核泰车 化牌12.72万辆 年增3.4% 但进口豪车成长更生猛 进口车一哥兵士 年增25% 单月也创下时尚新高 BMW同样单月卖1437台 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顶级进口车 预期今年能抢下四分之一市战率 也让车上拼行销 评下猛要 记者洪西云理解台北采访报道